超市进口蛋扯出十亿元大币案 承揽六七亿标案的超市老板女儿吴玉飞 被查出不但是日本蛋商代表 中间代理商也是她 而且还是超市的进口商 卖方买方竟然都是同一人 吴玉飞原本指定资本而出 一百万的量采医美公司进口日本蛋 后来直接叫老妈拿出五十万成立超市 承揽政府六亿的生意进口巴西蛋 离谱的是进口巴西蛋离岸价总共三点四亿 卖给政府却高达四点七亿 价差超过一点三亿元 政府还得支付三千八百万的手续费 网友大亏叫美容业叫老母花五十万开公司 都能赚上亿元 拜托让我卖蛋吧 全国能采购鸡蛋的都死光了吗 但检掉十四路搜索后 只有抽丝负责人还有续长会的小专员被交保 这样的业者能被破格审核通过 各界痛批检掉为何相关的大咖都不敢约谈 你讲了半天没有一个人是大头 幕后长剧人一个都没有出来 你北浅好意思过办这种案子 陈吉松去哪里的 林冲贤去哪里的 十四路搜索 我十四路搜索 你那的早上那半天 新潮流没有抓到半个 林冲贤这大咖 连约谈都不敢约谈 你北浅半屁啊 半假的 检掉甚至发现上亿的标案 政府竟然光靠打电话给吴玉飞就下单 超市连报价单都没有 政府就开始付款 甚至政府在8月15号和超市敲定合作 但这公司9月5号才登记 检方目前朝家中诈气来侦办 但土力贪毒为何不办 超市摆明的就是很简单 就是A政府的钱 鸡蛋买到巴西 巴西的船运到台湾来 变臭蛋 臭蛋要丢哪里 丢垃圾桶 就是办假的 如果你手下的检察官 这种办案方式的话 办假案 是骗子 诈欺的检察官 全世界有这么好混的进口商啊 显然的 这位吴女士 跟民进党的关系非浅 超市的秦宇乔 不知道是否是有人 在背后撑腰 态度强硬嚣张 他们好成亲的 你们敢爱怎么写就怎么写 你们敢爱怎么写就怎么写 名嘴炮轰这案子 拖了一年不敢办 如今办了 却连半个大咖都不敢传 跟办了郑文燦 办了柯文哲 去办陈吉仲 那就办了 陈吉仲本来就是应该砍头的 蔡英文 你为什么要包庇这些人 是开绿灯才能办 那你去年为什么不办 你12个月都不办 当什么检察官 这民进党的叉叉啊 超市弹弊案延烧 无与非可以一条楼买蛋卖蛋 大发国难财 北检是不是在打假 求全民等着看 记者杨洁王志涵SNG小组台北采访报道